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地上最后也是最全面的审判 从今晚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灾害 其中第四晚是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近年来地球暖化造成年年温度上升 前阵子印度甚至出现超过40度 一度高达50度的高温 读到这些经文是不是特别有感觉呢 而第六晚倒在柏拉大河喝水就干了 这是要帮助从东方来的军队 可以直驱进入哈米基多顿这个地方征战 罪恶恶魔将要驱动反对神的人 合起来对抗基督和他的子民 也就是代表真理和平公义道德的人 最终神要面对彻底解决罪恶 并得到最终的胜利 在这过程有两点值得我们需要特别提醒 第一 从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看到 有些人在这些痛苦的灾难中 并没有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悔改和自我反省 神透过这些灾难是要提醒我们 并给我们机会回转归向他 但人的反应却是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 神允许苦难发生 因为在苦难中往往能帮助我们 看见自己的不足因而柔和谦卑 当生命柔软时 神的祝福、医治、平安、喜乐 自然能进入我们的内心 但人也可能抱怨亵渎、刚硬到底 这样的态度将使生命永远的失落 你是一位柔软的人 还是刚硬的人呢 第二十五节提到 耶稣基督在想不到的时候忽然来到 而那警醒随时做好准备的人有福了 你我的生命中是否已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呢 我们需要在试探中站稳 觉知遵行神的道 特别是在黑暗全世 极尽全力反扑 想尽办法蛊惑 影响我们失落离开之际 我们非常的需要刚强壮胆 并紧紧抓住应许 知道神是永远掌权 最终将得胜的一方 最后引用 也让圣灵能自由运行来改变调整我们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刚强起来 成为抵挡罪恶势力 神火的基督精兵 每一天持守 每一天打那美好的仗 预备主的再来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保守我们 当世界跟混乱动荡的时候 让我们明白 有你在背后掌权 给我们属神的眼光 每天警醒 每天持守 不放弃 不妥协 也不要失去盼望 我们期待主的再来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